到东山岛可以吃什么 今天小编整理了这一趟 东山岛之旅所有吃过的餐厅小吃 来推荐给粉丝们 这样就不用担心来这边肚子里塞错东西啦 首先介绍一下湾漫里面的餐厅 它们主要是卖铁板烧 里面的海鲜都很新鲜 但里看起来也都很有质感 是属于每个都不多带用数量塞满你的那种 如果住这间民宿可以吃一次看看 想吃日料的话可以来这间海韬 这间是当地很有名的日料餐厅 这边的生鱼片跟蒸蚝都很新鲜 但我最喜欢的是它们的炸虾还有寿司 炸虾吃起来很弹脆 配上美乃滋真的很入味 鰻鱼寿司吃起来有很丰富的风味 淡淡的粗饭配上荣誉的鰻鱼很搭 另外烤鱼也是烤得很不错 吃起来属于甜口的 真的超赞 想吃传统热草可以吃这间阿兴饭店 这边的海鲜完全打破我对热草店的印象 这边的调味都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看得出来它们对海鲜的新鲜度是很有自信的 这边一定要是它们的特产八郎鱼 是少见养殖比野生贵的海鲜 用圆菊的方式 所以吃起来都是有鲜香 这个真的要试试看 小卷就简单烫过 鲜味十足我的天 另外隔离也是超大科 完全没沙真的是超赞 其实这边的排档餐厅都很难有雷的 也可以问问看在地居民 基本上都能吃到不错的店家 介绍完餐厅来分享小吃 首先唯一东山岛特产是这个烧剑鱼 它是拿出网油包猪肉跟葱烧烤做成的 概念有点像香肠 但是有葱所以吃起来更甜 这个来了可以体验看看 再来就是它们的小吃 首先也是它们的特色猫仔粥 基本上就是海鲜粥的强化版 除了更大更多的海鲜外 里面还有很多株货鸡的内脏 真的是料比收多了 一碗80台币真的是物超所值 很适合当晚餐 晚上到了它们的南门湾夜市 首飞烤生蚝 因为真的太便宜了 十个才80台币是要逼死谁 再来是这个红糖十八 这个在台湾 我只有在海底捞看到 虽然很好吃但很贵 所以喜欢吃这个的一定要来这边吃好吃嘛 回去就没遗憾啦 然后这个竹筒奶茶 意味类似台湾的珍珠奶茶 大陆到处都有 所以也可以朝圣看看 再来吸引我眼球的是这个磕蛋烧 因为上面写的是台湾小吃 但台湾我根本没见过 所以就吃吃看 其实就是蛋液包鲜柯 还蛮好吃的 配上大陆常常加的调味料 吃起来很爽 最后一个最不一样的是它们的烧麦 居然里面是包炒饭 味道其实还不错吃 只是都是淀粉会觉得有点罪恶 有多的味再点 不错的话就赶快到泰金官网报名 一条龙帮你包办到好 赶快来咨询吧